菜香玩愿 老婆婆可以过这条河的桥在哪里 哦 你是外地来的吧 是啊 这条河上是没有桥的 要想过河只能依靠杜船 今天天不好 风大浪高 你挺着个大肚子 坐杜船太危险了 我看你还是改天再过河吧 可是我有急事必须得过河 那我们就坐那条船吧 那条船伙计是我邻居 人不错 船滑得也稳 老婆婆 你也要过河去 是啊 我儿子住在河对岸 听说我那孙子病了 我得去看看 要不是孙子病了 我真不愿意坐这堵船过河 婆婆 怎么 你要过河去看孙子呀 是啊 你把船停稳点 不要怕 来 我扶着您 走喽 你 你 你 老婆婆 您不要紧吧 没事没事 看来风越来越大了 这船摇晃 比先前厉害多了 那为什么不在河上建一座桥呢 如果有这样一座桥的话 那来往两岸就方便多了 要在这条河上建桥 是很困难的 挺热的 是 根拥 这天气很奇怪 我的脚 天哪 这可怎么办好 老婆婆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怎么回事 这船晃得越来越厉害了 我出去看看 船夫 怎么这船晃得这么厉害 风浪太大了 船长又被浪给冲走了 那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了 遇到这种天气 只能祈祷老天爷了 哎呀 您没事吧 没事 不要伤了蔡学士啊 好奇怪啊 蔡学士 难道我船上有位蔡学士 你听到刚才的声音了吗 不要伤了蔡学士 难道在这艘船上有个姓蔡的学士 今天多亏了蔡学士 我们才能得救 不知道哪位是蔡学士 她们都不姓蔡啊 对了 你不是姓蔡吗 我是姓蔡 可我不是什么学士啊 我知道了 你肚子里的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学士的 那她不就是蔡学士了吗 有道理 有道理呀 真会是这样吗 肯定没错 今天我们可是托了你的福 才保了平安的 如果我真的会生一个儿子 如果他将来真的做了学士 那么我一定要在这条河上造一座大桥 为大家往来两岸提供方便 娘 娘 娘 皇上派我去泉州做官 最近几天就要出发 泉州 孩子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 那是我怀上你五个月的时候 后来我生下了你 而你又高中了状元 成为了学士 我曾经在船上发过誓 若是我生了个儿子 真的做了学士 那一定要在河上修作桥 娘 您放心 儿子我一定帮您了却这个心愿 娘 我按照您的心愿 把这座桥建起来了 洛杓部宰 路过此处 得海神相住 才得以平安脱险 因而发誓 若生儿子是学士 一定照一座桥 来帮助这些人安全住河 后来果然生了菜香 并且种了学士 有一天皇上派菜香 去泉州做官 他就完成了母亲当日的誓言 建了座万安桥 这则故事告诉我们 如果答应了要做什么事情 就一定要做 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 教我们做个信守承诺的人 给产生脚 参加 着